甲状腺结结就是虚劳虚损 记住三分治七分痒 如果您是一位甲状腺结结的患者 花一分钟把这条视频看完 保存起来 回家反复看照着做 大家好 我是李建军医生 俗话说三分治七分痒 甲状腺结结同样也是如此 对症治疗是关键 同时在医生的指导下 也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那么生活方式上到底该如何调养呢 第一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原因 跟熬夜密切相关 第二是调解情绪 甲状腺患者大多会常常生气 在紧张或者劳累的时候 会出现脖子憋胀的情况 这和体内甲状腺激素的水平 以及情绪的波动密切相关 第三均衡营养 要控制盐糖酒精咖啡因的摄入 吃饭最好只吃七八分饱 第四不要过度治疗 过度焦虑 医生让咱们定期随访 指的是需要通过动态观察的方式 来判断节节的性质 不建议直接手术 过分恐慌是不可取 第五不要自己上网搜索散接方 照方抓药 终于有很多消散节节的案例 但每个人的体质 都会受到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多种因素的影响 所以一定要记住 先辩证再调理 并且随着患者病情的变化 随着加减用药